嗯嘿嘿嘿嘿 aseda 家亭 ent 嗨大家好我是硅 那我們今天要開相認呢 就是我目前心目中前三喜歡的動畫作品 我本來很想說它是我最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講是我最喜歡的動畫的話 有點太浮誇了 所以我就知道他至少在我心中 一定有前三 那這款作品就是 王者天下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王者天下中裡面的誰呢 那就是這隻怪鳥王旗 說實話這一隻 我記得當初在台灣 開預購的店家好像也沒那麼多 因為我自己是找比較冷眉一點的店家 我平常有在預購的幾間玩具店 連單都沒有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初這一隻應該只有日版 那坦白說啦 雖然我很喜歡王者天下這款作品 但王旗呢真的不是 這款作品我最喜歡的角色之一 如果要排名的話 他前面應該 他應該能勉強排進前五啦 因為這款作品中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角色 所以就算王旗這款 這隻熱門人氣角色 在我心中可能也還好 因為我這邊比較怪 我喜歡冷門的角色 那就趕快打開來看吧 王旗 本錯品為Figure Art Zero出品的王者天下王旗出陣 還原王旗首次登場在蛇竿平原的場景 高度為21公分 預購價為3780元 我個人對這款作品可以說是期待度非常高 五官雖然沒有官圖那麼的深邃 但還原度很高 身上的細節表現比我想像中來得好 盔甲上也有做出戰損效果 王旗的毛上也有清楚的花紋圖案 手部刺青跟傷疤也是完好的呈現出來 做旗部分 馬有抬起一隻前腳 其餘三角則採用三角形支撐方式 讓這款作品不用支架跟地台就可以穩穩站立 馬的盔甲也有還原出來 馬背上的棕毛跟尾巴也比想像中好上許多 為了還原騎馬奔走的動態感 披風跟頭髮都有做出飄逸感 但頭髮細節沒有到很好 也有明顯的分膜線 至於披風色澤我覺得很好看 只是本作呈現的動態感 讓這隻王旗有點角度限定 從側邊看蠻好笑的 總結來說 以王者天下的人氣 作品實屬有點太少了 真的沒有幾家廠牌有做 所以這隻王旗CP值算是非常高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r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如果剛才我們請訂閱我的影片